看嘛,那边那条龚虎斑又在找草吃了啊 我们去看一下,它到底是找的是什么草来吃啊 以前也是听很多人说,这个狗生病了 或者说是有哪里不舒服,它自己会找草吃啊 看它吃的是哪一种 哦,看到了啊 找的吃的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啊 为什么这狗一直在吃这个草呢 就是只吃这种 这种的话,我觉得应该是甜的,这种 这种好像和以前我查询过的有一种植物很像 但是那个没有这么高 小的这几条呢,也是有样学样的啊 也是在找,也是在找这个草吃 这狗狗呢,它就是说自己身体里面有一些小毛病的话 狗狗呢,都会到山里啊,或者说是后院啊,山坡上啊 找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草啊,来吃 但是具体这些草是有什么功效呢 这不得而知啊 感觉现在它又换另外一种了啊 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又换成这种叶子长长的了 前面的话它是这一种 前面它前面吃的是这一种 现在它吃的是这一种 来,又不一样了啊 来吧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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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吃吧 我给你的还不吃啊 如果大伙呀,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这个狗啊,它为什么会到这个山上来找这个草吃啊 而且有时候感觉它吃起来还挺香的 感觉它现在又换另外一种了啊 啊 现在又换的是这种啊 这种的话我认识 这种我们这边叫做那个 嗯,八毛草啊 这种我认识 但是它前面吃的那几种我又不知道了 好了,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 喜欢视频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 谢谢